上星期被伊朗釋放的兩名美國徒步旅行者星期日返回美國 之前他們被控犯有間諜罪被監禁超過兩年 伊朗當局星期三釋放了弗塔爾和鮑爾,保釋金在100萬美元 他們首先前往阿曼,在當地和親屬度過三天,阿曼促成了他們獲釋 薩拉索德亦在阿曼與他們會面,他去年交補50萬美元獲釋後返回美國 在啟程返回美國之前,法塔爾感謝阿曼接待自己和鮑爾以及他們的家人 鮑爾說,在阿曼洛基是他們生活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